大航家企 遵你 西湖位於浙江省杭州市西部 是中國主要的觀賞性碳水湖泊 亦是中國首批國家重點風景明星區 它以其秀麗的湖光山色和眾多的明星古蹟 成為文明中愛的旅遊勝地 被世人賦予人間天堂的美語 宋代大文豪蘇東波曾寫道 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 西湖擁有三面雲山 一水泡成的自然風光 以玉霸西湖比西紙 彈樁龍脈總相宜的山水秀色 點綴韓州西湖之妙 在於湖果山中山坪湖外 山水和人民交融是西湖風景明星區的格調 蘇州博物館是地方歷史藝術性博物館 設計者為著名的建築設計大師貝勒明 博物館的設計結合了傳統的蘇州建築風格 將博物館置於縣落之間 讓建築物和其他周圍環境相協調 將博物館和蘇州傳統的城市基里融合在一起 國館藏品1.5萬多件 以古代書畫、詞戲、工藝、出土文物和革命文物為主 多維歷代家作和精品 讓參觀者帶來一場藝術盛宴 泰湖是平原水網區的大型淺水湖泊 湖區號稱有48座島、72座峰 湖光山色、雙影新輝 有泰湖天下秀之稱 湖面形態如向西突出的深月 湖水溫情而凌動、博大而開闊 湖中島嶼升落旗暴、坐落有志 湖光山色和相顯在三環水埔中的漁港 村落所構成的田園風光 亦是泰湖風景名勝區的景觀特色畫圈 外湖居於上海市中心黃埔區的黃埔光盤 它曾經是上海實旅揚場的風景 周圍還有居於黃埔光對岸普東的東方明珠 金茂大廈、上海環球根源中心等地標競軍 是去上海觀光遊客的迫道之地 外湖的光面、長堤、綠化帶 以及美輪美幻的建築群所構成的街景 是最具有上海特徵的上海景觀 每當華登初上之時 外湖每棟建築的燈光輝煌 一座座好像水晶公一樣 令海內外遊客讚嘆不已 浩光夜遊更有一番情趣 加上這裏交通發達、購物方便、歷史豐富、 旅遊設施齊備讓人流連望望 roz課 booked 大廈、竹容 家人、歷史豐富、 跟父王、春家人、歷史豐富、 最新的神發展 無料尖廈、 我可天之翌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